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最近这个基隆捷运还有县市合并升格的议题 大家是讨论的沸沸扬扬 您是怎么看的呢 另外还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海岸环境都市更新 还有我们的交通基础建设 您对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想象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来请听最基层的声音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 吕美玲 吕一座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美玲姐好 第二位是我们来自安乐区的张之豪 张一座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之豪好 第三位是我们仁爱区的郑文婷 郑一座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婷姐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 针对这个台比市长柯文哲 抨击金融捷运规划案是执政党开出的拔蜡票 我们的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就特别召开 记者会回击 快来看看 到底是谁在搞鬼 基隆市政有很大的一些改变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如果捷运人到基隆的话 也对我们周日的交通大打结 也是一个解套 希望我们有捷运到基隆 对我们这些通勤族这些塞车 有一些舒缓的动作 本来是好事一桩 但是为什么柯文哲市长 你就是见不得好事要成真呢 所以我们希望柯文哲市长 你就少讲两句 看到好事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你什么都一定要 什么事情都要你祝福 但是如果看到好事 少说两句不行吗 为什么你身为一个首都的首长 你不懂得来去跟我们交通部 跟我们台北 跟我们基隆或者是新北市的首长讨论 只会不断地借由媒体 或者是借由网络来去放话 然后让这件事再度陷入了僵局 就像刚刚志豪所说的 你想要选总统 你是不把我们基隆人放在眼里吗 你不需要我们基隆人支持你吗 需要把我们边缘化吗 这样子的人 还有资格出来选总统吗 我们基隆市的议员 我们如何来跟市政府 来监督未来我们基隆到巴鲁段 配合城市的发展 配合整个基隆的愿景的一个发展 如何来做一个调整 那提供给市民最适当的一个 捷运的一个路往跟系统 那另外我也是希望说 柯市长不要再真 不要把基隆的捷运 再当做政治的一题来操作 我们回归专业 让交通部 让基隆市 让新北市 让台北市 我们理性来讨论 接下来整个基隆捷运的一个目标 柯P市长实在不需要 只用政治上的话术 说有变有骗 这样子来拐骗市民 拐骗大家来蹭声量 我想基隆捷运所有的变动也好 或者改变路线也好 我们应该要回归到专业的判断 重点是基隆市民 期待已久的基隆捷运 一定要到基隆 这才是全民的最大共识 真的是基隆人最大共识 基隆的捷运一定要来到基隆 我们赶快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美玲姐 美玲一座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捷运到底会不会来到基隆 那这个议题实际上也讲了将近快要 二三十年了 所以每一次讲的时候 如果没有付诸于行动 真的会让我们的老百姓觉得 那个是在骗取选票 或者又是一个空投支票 还是把拉票 但是无论如何 不管你今天要开的是怎么票 我们所有的基隆人都期待捷运 拜托一定要来到基隆 那因为捷运它是一个 现代交通路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通常我们知道一个城市 如果要发展经济 最重要的就是交通的建设 如果我们把它定位成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捷运要不要来基隆 要怎么样来到基隆 我们就是要来看基隆整体的定位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基隆不是仅仅只有30多个 30几万人口而已 而是基隆它作为 这个过去曾经是亚洲或全世界 第四大港口的基隆港在基隆的话 那它就有这样的资格 要争取捷运来到基隆 所以如果我们要看捷运怎么来到基隆的话 我们就要以这个北台湾经济的发展 为这个定位 然后来落实捷运来到基隆 所以刚才我们看的VCR也有提到 它说这个应该回归专业 没错 我们任何一个建设都要尊重专业 但是今天你也不能以 人民不知道所谓的专业来做拖延 或者作为政策不履行的理由 所以不能说因为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基隆没有办法做捷运 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 那甚至有些人就会讲说 哎呀 捷运会亏钱的 或者因为基隆的债运量不足 所以他来到基隆是最好不要 或者是不可能 或者是没有经费 其实这都不是你今天不盖捷运的理由 请问一下我想要问所有的专家 我们台湾哪一条捷运有赚钱 即使你每天都债运着 220万的台北的捷运 他有没有赚钱 他的赚钱不是单靠他单独的捷运 他最主要还是利用他的商场 还有他的广告来贴补 所以他才有所谓的利润 那同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基隆也是一样 所以呢请不要再说 因为债运量不足 或者是捷运会亏钱 就不让捷运来到基隆 我们认为 如果你在以这样做借口的话 那你就明显就是行政怠惰 所以无论怎么样 捷运一定要来到基隆 那再来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你要盖捷运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站挺 但是我们不需要像高雄市 那个站挺弄得那么花俏 那么漂漂亮亮 其实不需要 我们要的就是怎么样 要的就是一个简洁大方 而且非常实用的 就像台北的这个建坛 或者四邻站一样 所以呢那它可以节省非常多的钱 所以在捷运的经费变链上 它就不需要很多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认为捷运一定要来到基隆 但是我们地方政府 一定要先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要依据 整体的大众 这个大众捷运系统的发展的网路 包括我们现在有可能的这个人口的分布啊 产业的状况 来评估未来基隆市的整体产业的发展 跟旅运的需求 然后来做这个产账的配套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中央拿回我们基隆捷运的话语权 不会全部都有台北市长 你去说你的 新北市长 好像你们最大 你们最有钱 你们最有人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话语权都不在我们的身上 其实不要 我们必须要开始来做 整体的大众 这个大众捷运系统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的面向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是只是基隆现有的人口37万人而已 可能我们未来会比37万人结合 我们基隆港 这个 我们现在有那个 大型的那个船舶过来 那个 邮轮过来的话 它就不再是220万 每天220万 可能更多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也 这个参数也要计算进去 那另外就是说 有关于路廊跟产障的这个设定的话 这个就是有关于都市变更 所以整体的国土的变更 等一下我们可能 我们这个那个都更的专家 我们那个郑文庭 郑议员 其实在这边也可以加强 我们要从国土的计划 区域的计划到都市的计划 来做一个 这个用这样的手段 来做一个变更 然后做好准备 那这样子的话 才会说你需要什么土地 其实我们已经有了 那再来的话 就要订定公开的回馈机制 我们知道沿线有可能 碰到一些私 私有的领域 区域 那你要开发的时候 你的回馈机制怎么样 或者我们征收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 这个征收的机制搭配 这个都要公开透明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 我们为什么要捷运 就是我们要加强城市的人见度 也就是我们有了捷运 可以加强城市行销的提升 然后加强基隆的人见度 并且呢 可以整顿整个城市的意向 扩大港式合作 还有海港的有效利用 深化基隆港 并且呢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海洋大学 我们要结合海洋大学的人才 共同来推动高附加价值的 高端海市产业发展 能够让基隆呢 就留在基隆就业 我想这个呢 就是我们捷运 我们可以做规划的最大的功能 那作为这个基隆经济 破坏的找收清单 所以在这边呢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 不管中央或者是其他台北市 新北市怎么讲 我们执政党 这个基隆市政府 地方政府呢 就是一定要先做好 我们自己本身的规划 是要做好综合性的规划 还要解决入囊的问题 最后再来设定这一个回馈机制 那我们要请教 知豪了 针对基隆捷运 你有什么看法 基隆捷运 我们要谈的东西 当然是 其实可以相当多的面向 不过就其实延续 刚才这个吕美林议员 他所先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些 我们的历史回顾 那我再回来再讲说 我们基隆市跟捷运的 这个必要性 其实呢 在二十年前 甚至二十多年前 当我们基隆开始谈论 这个有可能的 这个捷运建设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基隆 跟现在的基隆 其实也已经很不一样了 在二三十年前的 这个基隆跟台北的关系 那个时候呢 台北港跟基隆港的 这个取代的这个状况 还没有发生 或者是说才刚刚开始发生 所以说当时基隆港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基隆市甚至连 以前说的港公捐 在我们这个城市的 发展建设经费里面 都还存在着 是这个是在加入WTO的时候 我们才 我们才那个时候 才后来才取消的 所以说就是 算是说事过境迁 有相当多的东西改变了 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东西 没有改变 那当时的这个状况是 基隆的 当时这个跟台北的关系 这个发展 有点像是一个飞地的状况 飞地也就是说 基隆直接跳过了 基隆跟台北中间 所有的这一些其他的乡镇 基隆就是基隆的人 直接从基隆 直接到台北去工作 原本他可能会在基隆的 这个港务相关的时候 这个工作的机会 渐渐的缩小之后 那个基隆年轻人就开始往台北跑 那往台北跑的话 一开始可能就只有往台北市区 也就是台北车站的周边 或者是中校东路等等 但是随着这二三十年 这个过来的这个发展 就是台北市自己本身的 这个工作跟经济 跟产业的发展 也渐渐的不同 那我们基隆的年轻人 照台北去上班 这个通勤的这个状况 也开始出现了很多元的发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隆年轻人 有可能会去内湖工作 有可能会去南京东路工作 有可能会去三重工作 还有可能会去公馆工作 他会在大台北地区的 每个不同的地方工作 那同时这个时间 台北自己的捷运的路网 也开始的这个密集的 这个铺设了起来 所以说你就看到了一个 台北市的这个大型的 这个台北市这个捷运路网 慢慢的铺设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基隆人所熟悉的 这个交通方式就变成了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从基隆到台北去的这个方法 不管它是用客运 或者是用现在的火车 或者是自己开车 或者是自己骑车 大概就是这几种的方式 然后到台北去之后 就进入到了台北的 所谓的捷运路的路网里面去 它可能是搭这个板南线 它可能是搭淡水线等等的 它要到它需要去的地方 那你就会发现到 这是两种的这个交通的模式 一种是城市跟城市之间的 这个交通运输 这个几乎就是我们传统的 这种客运跟火车 另外一种就是进入在台北以后的 城市内部的捷运路网的 这个交通运输模式 所以捷运其实就是一个 城市内部的交通运输模式 而火车就是一个 城市跟城市之间的 那在随着这二十几年的 这个发展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一个最新的这个发展的趋势 我们是看到说大台北的地区的发展 已经呈现饱和了 台北的西部包括新庄板桥 这个芦州 这个你可以想得到 大概台北市的 台北跟新北的这个 以板桥为首的这一带 整个整个西部的发展 已经非常的饱和 房价也是饱和 人口也是饱和 你的基本上的城市发展 也趋近饱和 那你就看到说 相对来说在台北的东部 也就是东湖 南港 汐止 甚至过来我们的五堵 然后我们的七堵等等 基隆一直延伸过来 这沿路你就会发现说 它仍然是一个相对来说 相对新庄五股来说 是一个相对没有什么 这么开发饱和的状况 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基隆河谷的这个进建 因为基隆河的 原本的这个进建的政策 让我们整个台北市的东部 台北的这个东部 到基隆中间的这一带 它是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这个可以发展的空间的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整个 大台北地区的这个运输 包括这个苏宏道的 苏宏道的这个建设做好了以后 基隆河谷现在解禁了 它不再像过去一样说 禁止你开发 禁止你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设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你就会发现到也因此整个这个 基隆跟台北中间的这个路廊 现在是捷径的 现在是可以有发展空间的 也因此它就让我们拿下了一个 我们可以在这边做出一个 属于城市内的这个路网的这个捷运建设的可能性 从这里开始我们才看到说 我们开始讨论基隆在重启要重启这个捷运的这个工程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一个不是20年前的这个架构里面 也因此当然说20年前 讲到现在我们所有的捷运建设常常都会说认为这个是这个 这个支票会跳票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实际的这个承诺 其实那个都是在20年前的脉络之下谈论的 我们现在谈论这个现在这个脉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基隆捷运不只是一个 对于基隆市以及对大台北地区发展来说 相当必要的建设 而且你也看得到说它不只必要 而且它几乎是已经是建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我们现在看到说从这个几年前 大概三四年前从这个蔡英文总统宣布 然后林洪昌市长 还有当时的交通部长林佳龙 开始进行这个规划跟相关的这个讨论的时候 就不断的针对这个这种捷运的计划 不断的发现到说我们的规划其实还远远的不够 不足以这个因应这个区域可能的发展的潜力 也就是说其实中央的官员 以及我们自己地方的这个政府 其实都有发现到 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东部 基隆跟台北中间 这其实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那诚如刚才这个李美林医院所讲的 就是没有一个 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一个捷运是赚钱的 其实捷运它要有办法能够收支能够平衡 它一定是要有多方面的配套 包括它的商场或者是它的其他的一些 这个相关的行销等等架在一起 你看日本东京的JR 就是我们大概如果是去日本旅游的话 就会发现到说日本的地铁非常的发达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民营的私铁啦 或者是它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这一种捷运的轨道 但是你会发现共通的一点就是 它们所有的站 所有的相关的这些周边的区域 一定是会有商店街 又或者是地下街 又或者是百货等等相关的这个 它的这个商业的会配套 配套了起来才有办法让这个轨道 能够一方面提供大家便利的运输 但同时一方面它也不会是一个亏本生意 就算是公家的投资 就算是公共的建设 它也不可以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净亏损的这种状况 这个对任何的政府的施政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设 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看到说北五渡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基隆捷运 它的这个规划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推 那也因此我们不只是希望说 看到我们这个捷运的建设能够有效的 好好的在这个专业的规划之下 做出一个有利于我们整体基隆市民的这个规划 同时它也是要能够提供整个大台北地区 疏解大台北地区的人口 以及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趋势以及压力 能够让它能够顺 有效的能够把它转移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基隆跟台北的这个路廊之间来 那这个是我对于这个捷运的一些看法 是可以看到只好很详细的分析到 基隆捷运势在必行而且箭在悬上 2017年总统就亲自到基隆来开出了这一张支票 我们就拭目以待一定要来成功 然后我们要请叫那个文婷一座 是我想基隆捷运这一条捷运线 为什么现在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我们必须回归到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 在北北基陶这样的一个首都生活圈里面 有一千万的人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圈在流动 甚至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在西部的桃园机场 有也就是我们的西部的国门 那基隆位处于整个生活圈的东边 有一个天然的海港 那我们也常常出国会到东京去 我们会知道我们在成天机场下的飞机 我们就是拖着行李搭捷运进东京市 那如果你是搭邮轮 你到了横滨港你要怎么进到东京市 也是捷运嘛 同样的基隆已经是亚洲第一大的游轮母港 那有这么多 一年大概有100万左右人次的游客 在基隆港这边上岸 那他们怎么进到最核心的这个首都的市区呢 一定要有捷运嘛 这是必然的 你从整个战略位置 或者是他的这一个城市的发展来看 这一条捷运是一定要的 那有了这一条捷运可以带动基隆的所有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活动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通勤族有一条更快速便捷的道路通往他上班的地点 刚刚志豪也讲了 基隆的通勤族不再像以前他搭着公路局 从基隆火车站到台北火车站 或从基隆火车站到中轮车站 不是这样的 现在大家通勤的地点可能在内湖 可能是在南港 也有可能是在台北南边的木柵景美 都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一进到台北市区有一个快捷的捷运网路可以来衔接 那在台北市有这样的一个捷运的网路可以衔接这一些交通之外 往外一定要扩散出去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扩散作用一定是势必要来到基隆 所以这一条捷运是一定要盖 然后也是对于基隆市民也好 或者是双北的市民来说都是必要的 因为这一条捷运不是从基隆直接开到台北 而是中间会有好几个站 像我们现在所知道 基隆捷运未来会跟这个矽东线 一起在汐止甚至张树湾这边来做一个交汇 一边往南港一边往内湖过去 可以解决售后地区塞车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条捷运 它带动的不只是国际观光 同时也解决台北市 新北市 以及基隆市塞车的问题 大家知道汐止现在也是20多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那他们每天在汐止有多少人塞车在路上 那内湖更是严重 这个内湖那颗塞车的一个问题 是从柯市长上任以来 到现在已经快7年左右的时间 他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大众快速的捷运系统 来帮忙分散这些车流的话 我相信对于整个大台北首都生活圈的 这一个交通的改善 是会有达到他的一个目标的 那我们也再来看看就是说 因为其实这一次的这一个争论 其实柯市长也好 或者是有某些立委 他们在争执的就是说 路线为什么改了 原本说要走台铁第三轨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变成高价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去看 一个公共建设的一个推动 他除了预期会为未来的这一个交通 产生疏解的作用之外 他还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个繁荣 最简单最近的一个例子 就是高铁桃园站 当初选定桃园高铁站在清浦的时候 有多少人有疑意 有多少人持怀疑的一个态度 认为那个地方 基布拉斯鸟不生蛋的 那那个地方到底能够 有什么样的人能够坐到那个地方 然后他再去桃园洽工 或者是去观光 可是时间经过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清浦站 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繁荣 他还是要经过都市的区化 都市的一个划分 他哪个地区他要做商业区 哪个地区他是公共设施保留等等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城市再造的一个方式 让原本没落的地区 可以因为公共建设的兴建 而带动当地的一些成长 其实像新北市的某一些城市 也是因为捷运到了 尤其是在这个新北的三重 还有这个卢州一带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捷运的捷运站的兴建 然后带动了周边的这一个经济的一个繁荣 同样的基隆捷运 如果他要跟 如果他跟台铁的轨道脱钩 他带动的也会是 目前我们看起来好像 不起眼的那一些地方 未来尤其我们在 北这个北五赌研发新政的 这个开发上面 捷运一定势必要走到那一些地方 要不然未来在那个地方 是一个科技的一个重镇 如果你捷运没有到那一个地方的话 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运输 还有一些便捷的这一些目的 所以如果台铁跟捷运的路轨 它分开的话 除了在新建上的难度可以减轻 同时也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繁荣的话 我想这样的一个改变 对地方来说 或者是对整体国家社会来讲 应该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更远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淡水线 当初淡水线 这个铁路要拆除的时候 其实也引起很多地方上的 一个反对的声浪 但是捷运的新建之后 我们看到淡水线 不只是淡水现在人口增加 它的房价也提高 同时假日的时候 很多人就搭一班捷运 它就到了淡水 它不像当初搭台铁 坐火车要一个钟头才能到淡水 而且又有污点的问题 现在的捷运 你从台北车站到淡水 其实没有所谓污点的问题 而且它单趟过去 大概40分钟就可以到淡水捷运站 那你从淡水捷运站 你可以去海边走走 你也可以到老街走走 这些都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措施 那我个人认为说 基隆捷运是一定要进到基隆 所谓进到基隆 七堵是不是基隆 八堵是不是基隆 还是只有基隆火车站才叫做基隆 我想这个是每个人的定义不同 我个人认为只要进到基隆的行政区域里面 基本上就算是进到了基隆 重点是在基隆捷运进到基隆之后 现在大家最多争议的就是 从八堵车站到基隆火车站 到底要怎么样去规划 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说 这个捷运 尤其是在基隆市这样一个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捷运 在基隆市区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你最重要的是 就像鱼骨头的中间那一支主要的干道 你一定是要从八堵到基隆火车站 甚至是未来的智慧旅运大楼 也就是西山西四码头这边 为什么 基隆火车站绝对是一个大站 就像我们现在去看高雄捷运一样 高雄捷运它可能是在 美利老站是一个核心的 因为它两线交汇在那个地方 可是高雄火车站 还是它一个重要的站点 同样的基隆火车站 未来在基隆捷运上 也会是一个重要的站点 因为那边是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到基隆港 然后到庙口 那边一定要有一站 那未来如果智慧旅运大楼 兴建完成以后 你要带动南港内科的这一些科技人 到基隆这边来开国际会议 或者是住宿 要到智慧旅运大楼 你这个捷运也一定是要开进来 你要到智慧旅运大楼 你一定是要经过基隆火车站 所以这一条是一定要 我个人认为是一定要经过 基隆火车站 还有智慧旅运大楼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要去想的是说 它怎么样比较方便便捷地进到基隆 那至于说捷运跟台铁 重叠进河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去分配这个路权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定要经过 大家一起讨论 而不是谁说了算 我相信大家在台湾也经历过 许多次的民主的洗礼 大家也都知道所有政策的作成 一定要有全民的参与 全民的这一个意见的这一个投入 不可能说哪一个政治人物说 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 所以从巴图到基隆火车站这一段 目前是有不同的意见 那应该是赶快来整合这一些不同意见 那寻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条路廊出来 而这一个路廊是在专业上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讨论的结果就是 好 那我们穿过海底这样子去走 技术上做不到 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在专业可行 而且也经过全民大家都形成的凝聚的共识 这种状况之下才有可能达到 谢谢 说到这个路廊的问题 我们要想请教李美玲一座 你认为他就真的一定要进到基隆市中心吗 他是不是应该要进入到基隆市中心 也是要从我们整体未来基隆经济城市 这个城市的发展 如果我们今天看中基隆港的发展 认为未来整个的经济中心是在这个港口 而且我刚刚有提到过 发展高附加价值的高端的海市产业的话 既然我们要重视这个港 那这个港就是在市中心 那当然你的捷运 你这个系统当然应该要拉到市中心来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这样的意向 不是这样的目的的话 那你到哪个地方都可以 就好像我们当初规划是可能是在七堵 所以我们现在七堵当初是三铁共购 就是捷运台铁跟高铁 所以七堵的厂站才这么大 当初的规划是这样 那如果你认为说 我说实在我们应该回归到基隆 未来整个整体经济的发展的 就是方向是哪里的时候 说实在捷运应该是来到市中心 那路廊或者厂站的规划等等的 我觉得路幅路廊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看我们说回归专业 那专业的话应该要有更好的思维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回归专业 但是有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吃豪你觉得呢 我觉得基本上原本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捷运的这个建设 它作为一个城市内部的运输 是相当的必要 那这要看我们这个城市的定位 要怎么样定位 我们是打算把 我们希望我们基隆是一个 独立于台北与新北之外 的另外的一个存在 我们有一个完完全全的 相当的成熟的一个比方说 海运相关的产业等等 OK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这城市的发展方向是如此 那它当然就是我们的规划的整个视野 架构都会不一样 但在我看来 我感觉我们基隆市 目前现有的所有的包括就业人口 或者是包括我们这个城市本身 目前的这个腹地 包括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城市 在整个台湾的 以及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大概所拥有的这一个 所谓的形象的这个印象 大概是什么 在我看来目前是以观光为取向 比较是现在基隆市的主要 主要在发展的方向 而我们基隆市的发展的困境就在于说 其实大概过去20年 我们基隆一直有点不太确定 自己到底是要完全的走向观光 还是要完全的恢复这个海港 海港的这个主轴 那海港的主轴当然有一个困境 当然就在台北港的存在 台北港存在了 所以我们自己在岛内 北部就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那这个竞争对手 不只是它的对外的交通的运输道路 像对我们基隆来说都比较宽敞 也这个比较新 而且因为这个台北港附近 它自己本身并不是像我们基隆市 一个比较有这个 比较资深的一个城市 所以附近相关的民宅 商业的发展 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少 因为比较少 所以它有无限开发的空间这样子 相对来说 好不管 总之就是我们再拉回来就是 所以说我自己认为说 我们基隆市大概比较是观光取向 那如果是比较观光取向的话 你自然是要以这个观光客 以消费者的便利作为你的整个 整个发展方向的这个动线的这个设计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拉到市区去 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考量之下 确实是应该 但是我们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巴兔到基隆市的市区的这个 中间的这一段路 是目前是没有路廊的 目前是不够用 目前是只能 要不然就是铁路 要不然就捷运 可能只能选一个 那在现阶段 如果再只能选一个情况之下 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市民都会希望 我们为什么要放弃 现在已经运作了不错的铁路 那我觉得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也不用强求一定得拉到市区去 这是我的看法 我知道说有的这件事情 我们市民大家就是看在这个事情 确实是满两极的 有的人觉得应该要 有的人可能觉得不需要 那我是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一定要拉到市区去 因为捷运到了基隆来之后 它我们作为一个捷运的路往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 接驳的这个顺畅度能够提升 整个基隆市的每一个区 到达这个我们基隆 未来的捷运的总站 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路径 这才是真正我们应该要关心 以及去花心力上去的地方 从中正区到捷运总站 跟从安乐区到捷运总站 跟从暖暖要到捷运总站 这每个地方条件都不一样 我觉得刚才在我们捷运总站开录以前 我才跟这个旅美林议员 才在聊这个事情 就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到中正区 中正区到巴督的话 我感觉其实路廊是足够够宽 其实是可以再做一个 类似像轻轨的轨道或什么 可以让它可以免除于 这个交通的阻塞的问题 它可以自己独立产生 有自己的道通洞见 但是不见得每个区都有这么足够的路上 像我们安乐区 麦金路跟基金一路 它就只有两线道 如果只有两线道的情况 你如果还要再拉一条 类似像是延伸的轻轨 延伸的轨道 通往这个我们的捷运总站的话 这个除非大家愿意 现在开始都不开车 都不骑车 那这样的话也许可以 但我想这个应该短期之内 我们可能不见得有办法有这样的发展 所以也就是说其他地方的接驳 就可能就会仍然要回归到公车客运 像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我有针对这个东西 有去询问过之前 我们的这个交通处的李刚处长 那个时候我去找李刚处长 说我带了一张图 这张图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节目 也没有办法找得到 以前应该是张通的市长的时代 曾经有留出一张 有一个这个捷运的路往图 那个时候我们每 那个路往上面 每一个区都有一条勤轨 基隆市自己内部的 有一个站到海科馆 然后有一站到大武轮 就还过了我们的长庚 那时候看到那个图很开心 还想说真的 要是我们这里可以盖到这个东西 终于多好 但是当然后来 我跟李刚处长聊这个事情 我们才发现说 其实这个图 它就是这个 真的只是一个规划概念图 就是一个有梦最美的图 因为就是如果到海科馆 也许真的有办法 但是到我们大武轮 它可能就 那可能就一样 陷入到季洋八度 你要选择铁路还是捷运的问题 就是你要选择轻轨 还是你要去继续开车的问题 所以当然你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你通常你都会知道说 你没有必要去对大家的生活改造成这么的巨大 也许它是好的 但是它对于大家生活的便利性 可能造成太大的影响的时候 那你就要评估你损失的东西 跟你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有成正比 所以我们 而且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要做捷运的接驳 捷运的接驳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市议会 我们作为这个基隆市的这个名义代表 我们其实是有办法去监督的东西 包括现在R路线的公车 这个R路线的公车就是现阶段 让我们大家可以搭着车到火车站去的这个 接驳的车辆 那其实它的原因也不是说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顺利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强化这个 我们每一个区的这种公共运输 到达我们的这个捷运站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事情 那与其是花这么多的心力 去参与那边争辩说 这个到底捷运要不要 巴赌到基隆段到底要不要盖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去思考说 我们不管它在巴赌还是在基隆 我们每一区要到这个捷运站的接驳 然后怎么样把它做得好 要怎么样提升这个品质 要怎么样提升大家搭乘的比例 要怎么样降低每天早上 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些 自行开车的这个车辆 我觉得这个才是 这个才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便利 顺畅 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去花时间 好好讨论的东西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三个议员都有不同的看法 跟想法 有的是相同的 有的是有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所有的着点 都是在为民着服 同样的 一样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 一样一发讨论的 还有基隆市长提出的 北海市 还有大台北市 其实都是反映到了我们的 县市财政的困顿 才会刨出这样的合并议题 我们就要请教三位一座 对于这样的议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 我认为一个程式 你要把它定位的话 你要认识它自己本身的意涵 内涵是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然后呢 还有它的外溢的效应是多少 那如果你只盲目的去依附别人 或是说我想要跟谁合并 其实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特色 那我不反对北北基 这个生活圈的发展 我也希望我们每个基隆人 都可以享受北北基 生活圈的便利 但是如果你捨弃了自己的优势 还有祖先累积下来的发展的智慧 你会去依附他人 就好像我们是个穷人家 我们去找有钱的亲戚 你想想看 是不是会让自己被鄙视 或者是更狼狈 所以不管是你今天要去依附 或被依附的程式 首先就是要去找到自己的优势跟不足 所以在这边我是认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现在目前的行政区域 它是怎么样的 像新北市 它的面积实在非常大 它大到什么样呢 像说它的有一些的城镇 如果要到他们的板桥市 也就是他们新北市的行政中心 它就必须要绕过基隆市跟台北市 才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 那这个东西就好像它是一个气因 那回来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然后要经过的两个城市 但是要知道基隆本身过去 它就是跟北海岸的几个城镇 它就是结合的 所以过去它就有金基雕石 金基雕石就是金山万里 石门跟基隆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 我记得以前有审议员选举投票的时候 我们还是同一个选区 我们投票还是同一个选区的 那尤其在过去做规划的时候 就有一个这个从外木山到这个万里的这个马链西河口的这个 差不多有30水深30米的超级深水港的深水码头的规划 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我们把自己拿回来 我们来推动这个规划 那不是就我们就可以迎接 现在目前都大型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货轮啊 都是几万吨 我们就可以迎接世界上最大的货轮 就是长饭轮是几万吨呢 2.4万吞的全世界最大的货柜轮 在基隆停泊 那基隆的这个海运的事业啊 实际上呢它是不会改变的 像目前我们看一下新冠疫情的时候 基隆港它的货柜全世界不是只有基隆港 全世界的货柜荒它显示了什么 也就是说海运的发展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它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之一 所以因此呢我认为啊海港事业啊 不仅是基隆的火车头的产业 也应该是整个台湾产业的这个火车头 所以应该我们应该要把它好好的发展起来 如果呢我们因为可以发展这个 把重新把我们的海港事业重新发展起来 又如同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发展高端高富价值的这个高端海市产业的话 让基隆能留在基隆就业 甚至我们吸纳的周边一些 像说新北市照顾不到的 像金山万里啊 平溪共僚 双溪这个瑞芳等等的 我们吸纳那些人来到我们这个基隆这边来工作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主体 我们不是要依附人家的 而我们是吸纳别人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我们基隆的名号呢 我们知道基隆这个名号 其实在1556年 我那时候有去查了一下 1556年明代正顺宫在日本一舰 这个舰艇的舰 里面它有一条 从这个福州到纳坝的这个舰线 里面就有提到基隆 可是那时候叫做基隆 基 这个基隆 到1617年 这个明代的张谢啊 他也写了一个这个东西洋考 也是有提到基隆 到了1870年淡水天治 那个时候啊也把它叫做基隆 因为那时候河滨岛像个基隆 那个叫做基隆 到了1876年就正式以基隆 基地苍隆 清朝的时候开始 我们有这么悠久的这个 我们这个县寺名称 而且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我们海运的这个特色 甚至呢从过去 为什么河南呢要来我们这边 这个河南啊 还包括法国啊日本啊 他要来攻打台湾一定先来进攻基隆 基隆拿下了大概整个台湾就拿下了 就可以显示基隆的重要 那既然基隆都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丢弃我们的重要器 而且呢把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海港事业给丢弃 就是不再精进 然后落得现在我们的这个基隆港水深不够 所以呢大型的货轮没有办法进来 然后呢他们只好跑到台北港 说实在的他们是逼不得已到台北港的 为什么 因为台北港啊潮差太大了 有时候你早上到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卸轮下课或下载货物 因为那个潮差可以达到十个楼层高 所以他要等到那个他要等到那个下午才有办法卸货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货人逼不得已 他是不会到台北港去了 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到基隆港 所以在这边我是认为 合适的这个行政区域规划 千万不要沦为政治的口水站 或者是政治的角力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 不管是要合并或是保存下来的这个行政区域呢 要一体的开发并且共同的成长 然后呢为他们调 这才是他们调整的重点跟目的 所以因此呢我认为基隆还是保留他自己的名称 是保留基隆自己的名称 那文庭益作呢怎么看 我想这个北北基的这个区化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基隆一个城市的问题 这个牵涉到双北跟基隆 未来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发展 如果我们从历史情感跟文化层面来看的话 当然北海市这样的一个概念是 是比较符合我们基隆民众的一个感情 也比较符合所谓万金石瑞芳双西平西 以及这一个共僚的这一些民众 他们一直以来长久跟基隆有着深厚感情的 这一个历史渊源 那这样的一个北海市 姑且我们不管说未来这个名称到底还是叫基隆 或者是说它就叫北海市 这样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合并了就好 重点是我们的资源还是要进来 我们合并升格之后我们的财政必须要有更充分的经费 能够来把这七个区跟原本基隆市合在一起 做一个统筹的一个都市发展的一个规划 那如果是像市长所讲的大台北市的话 那其实本来台北市就很有钱了 这一个财政方面的问题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站在基隆市民的立场 我相信他们是比较愿意接受北海市 这样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划分 因为我刚刚讲就是在历史跟文化 还有人文各方面的一个条件下 大家会比较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的行政资源 又能够投入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可以发展非常有特色的海洋城市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直辖市 就是说因为这些都是靠海的一些城市 一些区域 那在这些你是不是可以发展海上观光 你是不是可以发展海上的一些生技的产业 甚至海上的科技产业 那邮轮又进到基隆 那这样的一个这么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我相信是非常多人想要期待 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未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北海市这样的一个区画 应该是比较属于大家的一个方向 谢谢 文庭一座的倾向是北海市 美林一座是保留基隆原本自己 那志豪呢 这个其实邮昌市长针对这个事情提出了两个 他说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 北海市 北海市 但其实名称只是 大家不要被这个名称所困住了 叫做基隆市也可以 我觉得这不是 这名称不是这么的 当然保留基隆这个名称 它有它的历史的意义 但是重点是在说这个行政区的划分 我们是不是要把临近的整个这个北海岸的这个城镇 要一起并入到基隆来 这个才是林永昌市长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重要的重点 他提出两个方案 一个是这个北海的 另外一个是说基隆市跟这个汐止 还有一起并入到这个台北市 那林永昌市长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 这两种这个可能性 其实其实这也不是林永昌市长自己 觉得应该是要把基隆什么衣服到台北 倒不是这个样子 大家记得在五都升格 合并升格 应该要合并 但是没合并的这个升格的时候 大概2010 2010那个时候左右 基隆市也在讨论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加入这个新北市 或者是这个 如果是台北新北合并升格的话 基隆是不是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 那当时这个不论如何 因为各式各样的因素基隆 没有被讨论在里面 但是当时的基隆市政府确实也因为这样 做了一个 这个委托 花了钱去委托的做了一个报告 做了一个研究 就研究基隆市怎么样子的 这个行政区划分会比较好 同时他又做了民调 当时基隆市民对于基隆市要跟其他人合并 里面 大家投票投最多的就是要跟台北市合并 基隆市 就是 因为这样就是很多的市民 就是 当然 其实这个就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有一个非地效应 就是基隆市民 长期在跟直接跟台北市这个互动 就觉得说如果我们要合并 我们当然是跟这个首善之都合并 但是问题是中间又隔了一个戏子 就是很尴尬 大家都尴尬 那我们现在整个在谈论合并的时候 我就让我想起一个 以前我们这个戒严时代有一首禁歌 那个禁歌的歌名叫做 你不爱我 我爱你 好 然后这个故事我们就直接跳过 纯粹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合并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状况 基隆市民 有一些市民是很想要跟台北市合并 可是台北市不见得想要跟你合并 这是一个问题 同时回来 我们基隆市希望能够跟我们的金山万里 瑞芳双西 希望能够跟我们这些临近的乡镇 能够合并 但是说真的 这些乡镇他想不想要跟我们基隆合并 也不一定 他们自己本身虽然现在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就是对于板桥 板桥到瑞芳或是到金山都很编长莫及的状况 但是纵使是如此 他仍然是六都 也是有六都等级的资源 六都等级的行政上面的全部的对待 通常都是高一等 也因为这样 所以说林友昌市长在提出北海市概念的时候 他要提的不是只是基隆跟林静的合并而已 而是一个合并升格的方案 重点是这个 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基隆市的整体的资源往上提升 这个往上提升是很直接的东西 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也曾经讲过 同样等级的科研在六都的政府里面 跟在基隆的政府里面 他就是差了一截 差了一截是差多少 一个月5000块以上的薪资的差异 这个就是大家最直接可以感受到的 如果我是 我明明年资也是一样 我在新北市政府工作的话 我一个月多拿5000块 你说人才想要去新北 还是想要来基隆 那我们基隆还是有很好的人才在我们政府里面 为什么 因为这些科研 因为我们这些政府的公务人员 他们对于土地很热爱 但是我们作为地方政府的治理 我们不能够只能一直去 这个勒索人家对地方的爱 而不给他一些 我们应该要给这些人才应该要有的这个待遇 那还包含了刚才这个两位意义座所讲的 我们自己本身地方的产业 我们自己不论是高科技的产业 不论是海洋方面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跟提升 其实我们都需要真正的正视整个基隆市的 整个北海岸的这个整体的发展 这个北海岸的整体的发展 才能够给予我们基隆我们所需要的什么 需要的一定程度的腹地 一定程度的整体的这个 这个众生的规划 我们在做任何 就连观光产业 我们要做任何的这些 这个路线的规划 或者是观光的这个整体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画到了海戈馆就不能再画下去了 可是旁边就是瑞宾耶 旁边就是九份耶 这整个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 不是只是生活圈 作为一个产业链 它也是紧紧的应该要连在一起 而现阶段它是被 因为行政区域划分的关系 而弄得支离破碎 而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 让这些零碎的支离破碎 这种状况 我们能够把它修补起来 连结在一起 而且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连结起来以后 还要升格 这才会是我们基隆 整体的发展的最后一块拼图 所以是北海市的升格就对 赞成这样 今天我们可以感谢到三位一座 听到他们不同的声音 当然也代表了一些地方基层的声音 谢谢三位一座 带我们看到了交通 还有我们的都市发展 相信考验的是执政者的智慧 规划能力 沟通能力 还有它的执行力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院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一九六六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附单两百元就可以了 两百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这一切 是 这一切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